反服貌抗議越演越烈 即占領立法院之後 昨天有上千名的學生跟民眾 在晚間七點半轉攻進了行政院 抗議群眾情緒激動 打破了一樓的窗戶 甚至還爬到了院長辦公室所在地的二樓 而馬政府則是祭出了強制驅離的手段 在將近十點半左右 學生是全部都被驅離行政院辦公大樓的內部 學生一個一個從窗戶爬進行政院二樓 23號晚間七點三十五分 上千名抗議群眾衝進行政院大門 由於警方沒有料到抗議群眾 會從立法院轉戰行政院 不到半個小時學生就攻進行政院 我們已經佔領行政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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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經亂了初步生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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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破壞 不要破壞 而他就是發起這一波行動的抗議學生魏洋 攻佔行政院分成兩批 一批在廣場靜坐抗議 另一批則是打破一樓窗戶闖進行政院內部 甚至進攻到院長辦公室的鎖在第二樓 而在推擠過程中還有學生受傷被抬出送醫 場面失控行政院長也指示警方強制驅離 在昨天晚上十點半以優勢儘勵 把闖入行政院內部的學生全部請出 而鎮暴警察也從24號凌晨開始 展開好幾波的強制驅離 而這一波抗爭是318學院以來 最為激烈的抗議行動 記者綜合報導